蓝河好羊奶一口效果来 感谢全心全意全羊肉的蓝河绵羊奶 独家冠名播出 学英语 我要真人外教 我要一对一 感谢五一talk 在线轻招而英语 赞助播出 幽默无处不在 透亮油内而外 本节目由机缘化量自发光的 音速流光瓶 行业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美味吃酒 可以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的血脉无汤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补充身体营养 助力多为人生 本节目由跨境品牌 善存赞助播出 蓝河好羊奶一口效果来 感谢全心全意全羊肉的蓝河绵羊奶 独家冠名播出 英语脱口就秀 用五腰talk就够 学英语 我要真人外教 我要一对一 感谢五腰talk在线轻招而英语 赞助播出 幽默无处不在 透亮油内而外 本节目由机缘换量 自发光的英术刘光评 行业赞助播出 感谢善存品牌赞助播出 这个到底是 我们的老朋友 沪岚 继续留在这个舞台 还是我们的新朋友 周老板 能走得够远 请看最终的投票结果 难讲 这个太难看 远超我的期待 我没想到会这么精彩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PK 应该是整场最精彩的一场PK 那个应该是整体上最强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到南辰高下的场合 好 谢谢 恭喜恭喜 六书比几啊 81 好 恭喜忽兰 经过观众投票 介入剑极区 但他俩那帕太刺激了 他俩今天就是没有输赢 对 就不向上下 让人心潮澎湃吧 确实是厉害 就是没有辜负 就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嘛 哎呀呀呀呀 很好笑 很棒 谢谢 现在就是后悔 特别的后悔 不是录播吗 从选人那段重新录一下不懂 我就开个玩笑 你咋还当真了呢 我不是男人行吧 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啊 好 那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尊重规则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都是第一次看到周高万的表演 那忽然大家都很熟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忽然好像也仅领先了不到20票 对不对 还是非常厉害 那我们热烈的掌声 送走周高万 我现在心情其实挺坦然的 因为我来这最想挑战的人给你挑战 就是忽然 赢她特别光彩 然后输她也不耻辱 因为我是特别欣赏她 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挑她 我有句话不知当奖不当奖 但奖无妨 虽然这两个选手我都特别喜欢 但是我觉得忽然还是 微弱的赢的优势 还是因为他是主场作战 周老板是客场 当然 当然 要不然我是 我是不能认同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是的 虽然我忽然我也特别喜欢 是的 那您想怎么办呢 所以 因为我也是北京来的 你可以想象 我有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东西 但是 但是因为我今天是客人 所以我也就只能说到这儿 好 我们感谢郭老师 非常真诚的发言 也更加感谢郭老师的克制和 要不会出事的 对 感谢郭老师的克制和忍耐 但是你也可以再点评一下忽然 因为很多人说你们风格 说他的风格像你 所以我刚才给他拍灯的时候 有一点点犹豫 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太自恋了 但是 但是他确实表现的也很好 所以就还是拍了 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是 我们平复一下心情 节目还要继续 比赛也要继续 我们 这一季除了一些 新代脱口秀演员以外 还有一些根本就不是这个行业的人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想来讲脱口秀 可能这个人大家也认识 让我们欢迎李雪芹 大家好 我是李月芹 没了 我说实大的我想回家了 这个地方太让人紧张了 虽然说整的五颜六色的 但都是不玩好意的色彩缤分 我做短视频很长时间了 然后我就想着我还能干啥 结果就选择了脱口秀 我就想尝试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好 她的喜剧天赋是完全OK的 但是雪芹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她没有活力 如果她在台上能够稍微放松一点 我觉得效果会非常的好 就那个赛制一说完 蒋子浩 赵小超 她就说我们选你吧 我说为啥要我最弱吗 我说嗯 这帮人真太狗了 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我一会说的话 能有人笑就行 李月芹加油 让我们欢迎李雪芹 大家好 我是李月芹 我是一个网红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 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另一方面就是我在这儿等太长时间了 我一直想上厕所 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我讲得非常混乱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 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我说实话 我今天站在这儿我特别难受 本来我咋想的 你说咱也不会说脱口秀吧 到这儿丢人现眼 我讲点我知道对吧 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当网红 我就寻思你说 谁会比我有经验呢 我到这儿我就给你们讲直播带货 谁会比我懂呢 然后到这儿一看 早是罗永浩老师 我觉得很多人就质疑我 说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 你怎么来说脱口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脱口秀这个行业 发扬广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脱口秀演员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八个搞笑视频博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 李月琴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五十个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希望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五十个脱口秀演员 这个给一个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都好好表演 如果你表演得好 你的段子又有机会出现在热门视频上 一百多万点赞 但是表演者不是你 一提到网红吧 当然印象都特别不好 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 清流 一提到别的网红 炒作 整容 我就不一样 我就不一样 提到我 李月琴 低俗 很多人吧 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 学历低 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 因为我做搞笑视频 对吗 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因为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的 绑的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略琴 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评价 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啊 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 它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 他觉得你又疯又傻 我天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李月琴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效果拉满 真好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了啊 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 倒腾西北风 从我们东北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地方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琴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们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 大家都知道 直播间里都有大哥给你打赏 谢谢大哥 知道吧 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 叫人海浮沉 每次我直播呀 他都给我刷礼物 娃娃刷呀 还给我留言呢 类似于啊 美女真漂亮呀 美女多大啦 美女有对象吗 找对象什么标准呀 一开始我觉得啊 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就偷偷地去私信了他 然后我发现人海浮沉是我爸 但是我感觉啊 这事不能赖我 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 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 咱家还有大风车 我啥能认识来你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 李雪芹的妈妈 我妈真太支持我做这样的工作了 我一直播 她就去我的直播间里给我留言 她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 她要带着我的七大姑姑大姨都去留言 留言的主要内容就是 主播今天发红包吗 我真特别感动 我觉得真的当所有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你的亲人 关心你直播间发不发红包 这个段子是我超霍莱老师的 谢谢他 真乱了 我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完了 节奏给我打乱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完了 这不会说了 就是最后 其实大家对网红印象普遍都不好 我每次出去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是略秦 我是一个网红 哄堂大笑 我就每次我都很好奇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 终于有一次我问了 他们说略秦我觉得你特别幽默 你说你自己是网红 你还会自嘲呢 对 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其实是炫耀 但从那以后我就更喜欢说我是一个网红了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幽默了 谢谢大家 我是略秦 谢谢 略秦 谢谢 略秦 谢谢秦娜 其实挺在开水那个比较好的 不 但我最后我有一个价值观 是吧 怎么就是我们有请初代网红 初代网红 或者帮老师给你的晚辈点评一下呢 就是想要红的长久呢 这个我有一点发言权啊 我先说咱俩的问题 咱俩问题虽然咱们俩都给了灯 但我觉得你那个灯是很廉价的 因为他说了一句拍效果马屁的时候你给的灯 这个 没有没有我是在那个提到效果之前拍的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 张老师可以做证 来咱们 不要证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看果然是在提到效果之前拍的 是是是是 这个我后期我还控制不了呢 这个我后期我还控制不了呢 这有什么 这能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谢谢 以后会多抄的 以后多抄笑话段子啊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 就是有名的投球演员被抄个段子呢 还没什么 他还能去说两句很多 很多 我们我们 你作为主人是不是应该说回张雪琪了 没有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 我一定 对 林雪琪 林雪琪 哎呀 张雨琪张雨琪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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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雪琪林雪琪 太不提面了 我错了我错了 这段也可以剪掉 我再来一遍 你作为主人是不是该说回林雪琪了 我刚刚一直都在说林雪琪 因为我很感动啊 林雪琪作为外人帮我们脱口秀行业说话 也不是帮我们公司了 因为网红朋友们呢 抄一些节目播出过的段子还有的申诉 他们现在很损 有的人带着录音笔到我们剧场里去录音 就录一些线下的段子 从来也没有播过 然后他回去拍成段子 发到什么那些平台上 怪不得票房那么好 是 很多都是这些 网红都来了 对 所以哎呀 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手段能保护自己 好 那雪琪获得了两个灯 那我们就进入抢卖环节 有谁要挑战李雪琪 开始 请雪琪翻选 就是我之前就是想拍一些恋爱视频 找人找找CP 然后找到效果 一开始我找到所有人都不同意 都不跟我玩这个 然后只有一个人不要钱 这个人就是赵友诚 别的人都可贵了 就他不要钱 所以 所以我选赵友诚 好 我们有请赵友诚 哈喽大家好 我叫Jerry赵友诚 眼尖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去年一整季 我一直坐在观众席里面 今年终于来了 来了我就不走了 为什么会挑雪琪 这三位都是有其他工作的人 他们不担心 我的工作是讲脱口秀 我要是 你必须突出口 你得突出口 你得突出口 我们就回正常上班了 要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能在你前面讲 我讲了你赶快按着 我就按你吧 对 对 不是 别这样 哥 他准备按我 他觉得我比较弱 不是 他就是他挑一个最弱的 他就觉得他准备按我 干啥 不是 我感觉就是三个长辈 是不是 我们拿十里就是咋的 把你送出到 对 一定把你送出去 咱们村我肯定出人头地 是吧 就是今年争取指导最后 有诚有诚 事业有诚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友诚 大家好 我是友诚 我就是效果最便宜的艺人 我终于站上这个舞台了 脱口秀大会 我参加了三年的海选 一集正片都没上 我今年终于登上这个舞台 也不是我进步了 就是今年 他们把这个海选拨出来了 谁都能上 节目组给我的人设 叫什么综艺透明人 就是说我参加过很多节目 但没有人记得我 那我就跟大家数一数 我选秀的经历 我第一次参加选秀 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 选那个迎新晚会的主持人 我们学院就十个男生 老师排除了那些高矮胖兽 就甚至我跟一个福建大哥 那结果就很明显了 老师跟那个福建大哥说 说你主持有口音呢 大哥肯定不服嘛 说老师赵小诚也有口音 我说我没有口音 老师也说对 他没有口音 我就当上了主持人 这真的不是黑幕 你要两个有相同口音的人 碰到一起 就会觉得我们没有口音呢 我把这个现象称之为 口音笑笑乐现象 然后我第二次参加选秀节目 是什么时候 是18年 我参加了一个节目 叫故事王 然后 既然有人看过 那你们记得我吗 记得我吗 哇 总共全部的观众都来了 好感动 好感动 那个节目获得了季军 然后我妈很开心 我妈就甚至把我 当时领奖那个截图 视频截图 贴到我家客厅的中间 直接取代了我家 十字秀的位置 后来我妈想了想 直接把我那个领奖的截图 秀成了十字秀 就贴在客厅的中间 然后来人就炫耀 我说你看我儿子 参加了个节目 叫故事会啊 拿了个奖 叫故事大王啊 我解释嘛 我说不是故事会 再说我也不是大王 后来我妈就安慰我 说儿子 虽然你在节目里面 不是大王 但是你在咱家里 你就是咱家的故事大王 我听完以后 就醍醐灌顶 你知道吗 就突然洞悉了一个道理 就只要这个范围足够精准 人人都是大王 就比如说那边什么脱口秀大王 龐博对不对 黑龙江省 嫩江县 新岳家园 武丹园 四号楼 三零一 易烊千禧 只要范围足够精致 我就是我们小区的脱口秀天王 脱口秀王中王 我今天为什么找李雪芹PK 就是刚才雪芹也介绍了 说是想她找了人拍什么 就是那种短视频节目叫什么《一日情侣》 我俩现在站在那儿就感觉参加《非诚勿扰》一样 《一日情侣》 然后她第一期选的那个嘉宾 是一个爱豆 叫穆紫阳 怎么谁都认识 就叫穆紫阳 然后第二期就说找我 我当时不知道片酬这个事 我还恬不知耻地问人家 我说你怎么选我呢 第一期找爱豆 第二期找我了 她说啊 因为我们那个第一期走向偶像路线 第二期呢 想走乡村爱情风格 我当时特别难受 我说乡村爱情 你怎么不找刘能赵瑟啊 她给我解释 因为那个二位确实没有档期啊 我说我刚才就是个语气词 你其实没有必要回答的好不好 没有必要回答 但我知道 我就是我也不红嘛 我必须蹭一蹭热度 就还是要跟她聊嘛 我说你有什么需求 她说我听说我是拍Vlog的 我说到底谁乡村 我那叫Vlog 拍Vlog 她说你是不是有自己有设备 我说自己有一个设备 她说那这样 你可以带着设备来吗 我说可以啊 她说你如果你带一个设备的话 这样咱们就有两个集位了 摄影师拍李雪芹 你拍你自己 今天呢我就把我设备带来了 就模仿一下李悦芹拍一下她的代表作 李悦芹你好 我是赵友诚 你看咱俩 多板配 好 现在我是友诚 谢谢 对 都模仿我那段词太尴尬了 我在台上站着我代表下去 难以承受 哎呀 我要是知道你是这么恶心的敌 我是不会给你拍灯的 怎么都已经不择手段到这个地步了吗 就很明显 嗯 真对吧 我体面 咱们能抠回来吗 把这个灯 太讨厌了最后这个收尾 三年了我变了 变了变了 确实变了 那 我们现在场上是两灯 那刚刚雪芹也是两灯 是吧 那所以现在就要有请雪芹回到舞台中央 我好讨厌投票换机 并排站好 再靠近点 你们不是 半配吗 离这么老远 不是 她今天说完我不想跟她排了 我想选姜宇浩 你跑我们 坐个车大会选飞了 你 你想跟谁就跟谁 好 那因为我们那个领选员呢 两个人都是两灯 那这个决定权就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了 红色代表李雪芹 蓝色代表赵友诚 拜托各位 请开始投票 好 三 三 二 一 请锁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最终的得票结果 我们恭喜赵友诚以六票 我们来到时差进入晋级区 恭喜友诚 说实话我觉得赵友诚和雪芹那一段比是雪芹的比友诚的好笑的 但是观众可能更认识友诚 其实也就差六票 我是觉得月芹有点可惜 雪芹不要着急走 最终留给我们一些简短的告别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微博抖音快手 B站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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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 加油 我现在特别急 我上厕所要憋不住了 我觉得你们都会有问题 他把我最后一个节奏给打乱了 搞得我尴尬 没关系 但我原谅你 好 下一位选手是一个新人 我也不认识 让我们欢迎邓凯 大家好 我是邓凯 我今天主要吐槽一下我妈 让她也上一上这个节目 我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所以我小学最讨厌的就是语文课 特别是在写我的妈妈这篇作文的时候 你们能感受那种 就是当着本人的面 去瞎编一个故事夸她的那种尴尬吗 真的压力很大 每次在写这篇作文 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水军 在给她写软文 很多朋友一定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你的妈妈背着发着高烧的你 去医院打针的故事 当时所有的同学都这么写 我也想这么写 但是我妈说不行 她说你作为一个老师的小孩 这么写 就跟写谐音梗一样 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我说妈 那应该咋写 她说你这样 你写完我送你去医院的故事以后呢 再写一下我借着微弱的灯光 在病房里批改学生作业的故事 我这么写了 分还挺高的 就有一个问题 一个月以后 该写我的老师这篇作文了 我迟迟动不了笔 同桌还纳闷呢 你咋不写呀 就写你妈给我们批改作业呀 我说你不知道 上次起点起高了 现在普通的批改作业 已经满足不了用户的需求了 我估计这次只能写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我妈发着高烧 却毅然推开身旁的护士 在救护车上批改起作业来的故事 感觉这种体材刺激不到他 哪怕豪也不行 哪怕豪也不行 我是一个没有审美自由的人 我小的时候 真的 我妈给我买什么我就穿什么 那我整个小学啊 都是穿我妈的丝袜上学 不过不要误会我啊 是短丝袜 不是长的 长的冬天穿 都秋裤穿 不过虽然是穿丝袜呢 我当时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衣品 我会把丝袜往下撸 就撸成好像腿上 带了两个镯子的那种感觉 这有一个好处你们知道吗 就是以前你在跳皮筋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是你跳过去 然后要拿膝盖把皮筋往下压 这样你的同伴 才能更容易地跳进来 对吧 我有了这个环以后呢 就能轻易地把皮筋给别住 这一看就是同龄人 所以我当时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霸王别金 决定是太紧张了 可能没发挥好 邓凯我觉得很可惜 太紧张了 因为我是他室友 他也赢过我在深圳的比赛上 而且赢得非常惨 那次那次基本上是 他是我十倍的票 他不太能把现场的气氛给带起来 他反倒越讲 越把这个气氛讲沉下去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邓凯 赞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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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紧张 真的是太紧张了 因为我之前也听说过一些 说这个邓凯挺好的 我还期待你能有一些表现吧 所以给你拍一个 但是呢 想让同情你的人只有我 听说过你不错的人也只有我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进入了抢麦环节 有谁想挑战邓凯的倒计时十秒 开始 这么多 说实话有些伤人了 我选小块 好 稳了 稳了 站了十来个人 然后其他人我觉得 因为都听过挺强的 因为小块在北京嘛 我是没看过他线下演出 让我们欢迎小块 我是小块 来自北京 五十进二十突围赛 是吧 其实我来了这些流程都可以省略了 知道吗 有我一个就足够了 这个稿也让周期末给我归着过 我当时想这一下我就是北京之光了 我看过初稿 当时怎么说呢 就以鼓励为主 就觉得 只能祝他好运吧 小块块哥 虽然说实话实说 脱口秀水平 有待提高 但是你跟他在一块就是开心 哎 不行 小周做好了小周 周没事 别挑我 有成每个人那一排的领位 你知道吗 哪一个里边坐 谢谢周王 这不是我吗 我出去了 我主要还是对自己的实力 比较自信 你知道吗 因为说实话有好多人 我也没怎么看过他的演出 就是我感觉还是 谁对着我谁就吃亏吧 那他既然这么幸运 选择了我 是不是我也不能辜负他 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小快 我是小快 我是一个来北京的人 你们也听得出来是吧 一点北京口音都没有是吧 然后那个 确实就是 你知道好多人会说我们北京人特别有优越感啊 但是我从来就没觉得生在北京有什么可优越的 直到前两天我们家拆迁了 然后给了六套房 你说 我优越了吗 是吧 没有 是吧 但说实话开玩笑 我其实挺讨厌拆在这个身份的 因为那个 我跟罗老师一样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也有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 他是一个拆一代 你知道吗 就是所有的资源和财产啊 全都在他的手里 就这事吧 弄得我老感觉自己像一个流量明星 你知道吗 就空有一个虚名 但是名下一套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 但其实啊 拆迁之前我们家挺穷的 我现在都记着 小时候我爸带我去那个批发市场去买鞋去 只要这鞋感要一百块钱 我爸肯定得说 怎么这么贵啊 你这是皮的吗 所以到现在我小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啊 一百多的皮鞋 就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就这种情况吧 直到我上高中以后才有所转变啊 因为我发现有同学穿了双篮球鞋 我说你这鞋不错啊 多少钱啊 他说我这是乔丹限量版的 一千五 我靠 我都吓傻了 我说一千五 你这什么皮的呀 是乔丹的皮吗 那是得限量 所以做不了几双你知道吗 然后晚上啊 我就把这事跟我朋友说 我爸说了 我爸毕竟见过点世面 我说这有什么新鞋的呀 你同学上是蒙了呗 我说你怎么知道让人蒙了呀 我爸瞪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啊 你记住了啊 世界上啊 没有这么贵的鞋知道吗 你同学不会砍价 说实话 他说完了以后 我当时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 我会砍价啊 对不对 第二天我就问这个同学 我说你那鞋哪个市场买的呀 他说我这是商场买的 我说这不都一样吗 不都是宏观经济体积下 商品进行交易的场所吗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商场 找到那双乔丹皮鞋 跟迪言说你这鞋一千五是吧 他说对 我说成心要多少钱 他说先生我们这不砍价 我说不砍价 我可就走了 然后牛脸我就走了 果然啊 没过多一会儿 我就到家了 到家以后啊 到家以后我才明白 对不对 我爸说呀 世界上没有这么贵的鞋 那个是呢 是市场的意思 你知道吗 我说市场上没有 但是商场里有 但你们肯定会 就是啊 你小时这么穷 那你家拆一分钱以后 你还不得可劲地变魔术啊 变魔术你们知道吧 好多拆二代都会变这种魔术 就是你用几年的时间 把家里的钱下 变没了你知道吗 是这种小魔术 你知道吗 但实际上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家拆间的时候啊 我都快三十了 说实话啊 已经错过了成为魔术师的这个黄金年龄了 真的 而且还演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你知道吗 就知道我现在去买鞋 就我还是会想 这鞋为什么卖这么贵啊 这不坑人吗 我们拆二代的钱是大方瓜来的吗 那是八节鸡巴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说就 你有钱 但是你舍不得花的这种痛苦 就比你根本没钱花的痛苦 确实要强一点 确实是吧 确实 因为最后还是买了嘛 但是也不说报复性消费啊 因为你长大了以后 就是看问题会更加全面吗 你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 去考虑这件事就是什么呀 消费是什么呀 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的一架马车呀 我这哪是买鞋呀 我这是在鞭策国民经济进步呀 但说实话啊 也说不上鞭策就买双鞋嘛 顶罗市这马车 从我这儿过几时 我喊了一时买 也就这样啊 但是我媳妇确实特别喜欢 去商场鞭策这个经济进步啊 前这是冬天的时候 跟我说想买预容服 好几千 说这个好 这个南极科考队员都穿这个 我说那得买啊 但是得等公司派你去南极科考 最后一个我不选拆带的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我现在干什么事啊 没有人会支持我 前这儿我说不行 找今儿上一班吧 人家说你上什么班啊 收房租不就完了吗 我说要不然我没事学个才艺吧 你学什么才艺啊 收房租不就完了吗 但我真收房租租 人家会说 这帮拆带啊 一天到晚就知道收房租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现在做脱口秀嘛 不是因为别的 我就觉得这还是比较公平的 人家不会管你有钱没钱 有方没方 你好笑的就是好笑 不好笑 收房租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说实话啊 想靠收房租啊 完成这个 当上这个脱口秀大王啊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能依靠的呢 只有自己的努力 以及大家的鼓励是不是 本来设计的 还有说用你们的投票器 但是用不着了是不是 谢谢大家 我小分 还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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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还行 这个真的是自信自然出色啊 太有底气了 还是主要是家里有底 对啊 就是 第一次看到这么不讨厌的有钱人 是吗 多热心 买 没说了买 周五晚八点 星期五晚上八点 没问题您放心吧 买 定了 这时定了 就是感觉 小块就是上了以后 身后有那么宽的一条后柜 是吧 就是 我就随便走呗 随便讲是吧 非常好 非常好 看一个秀感 他长得好像庞磊 这个多余了有点 稍微有点多余了 多余了 不能说这些 小块现在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一个 一个就够了 这东西不能多 多了 真受不了 真受不了 不能怕变魔术是吧 对对对 怕变魔术 一个行了 怕豪门怨 打起来 小块这段真的太好了 那我们获得了三个派档 恭喜小块进入紧急区 邓凯完全打破小块 因为他不知道小块 他不了解小块的演出 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怎么想的选小块呢 因为 就是没看过他演出是不是 对对对 北京离太远了 离深圳 主要是输给了六套房 六套房 六套房 是 那 行吧 那就回去 回去劝你爸努力吧 好了好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邓凯 拜拜 如果这一段就是没那么紧张的话 可能还是至少是五五开吧 现在就可能 感觉就是完全没有一面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看看去年的新选手 有没有进步 让我们有请邵小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三位老师好 我原来也是个Car engineer 我不爱穿连体裤 就上一期节目为了让观众记住我 就给自己贴了一个车间女工的标签 然后还穿了好多连体裤 最后大家成功地记住了连体裤 就很羡慕其他那些演员 就总能接到一些时尚杂志的采访 哇拍大片 谈人生 都不用聊什么喜剧的边界了 喜剧的内核了 你们干啥了 喜剧从里到外 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我也接了一个采访 中国工人杂志 但是有个采访真的很不错了 我很知足 我就跟那个记者说 我说 我对喜剧的理解比较浅薄 那我就简单剖析一下喜剧的内核吧 记者当时就打断我了 说不好意思 我主要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当前汽车行业遭遇寒冬 你觉得传统制造业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扭转下滑趋势呢 我说 我说这刚好是要我聊的下一个话题 喜剧的边界在哪里 就在和传统制造业联动的过程里 然后去年也有机会 就是去录一个卫视的春晚 然后那个节目组 对其他人的要求都是唱一个热闹的歌 跳一个快乐的舞 对我的要求就是 穿一身喜庆的连体裤 喜剧的内核是啥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的内核就是一条连体裤 然后去录那种大型的晚会 特别紧张 因为下面做了好几百号大爷大妈 我就讲了一个 我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就说 我妈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其实是在她打太极的群里 当时有一个老头发 我觉得这小姑娘挺幽默的 她说她妈跳舞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以为气氛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大爷们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他们都没想到大过年的 带个红微波穿个新衣服 带着老伴来看春晚 一上来老头没了 那我就想 那我赶紧讲下一个段子吧 但是太紧张忘词了 我就想看一眼提词器 没想到这个镜头在这里 提词器在这里 我要想看到提词器 我的目光要扫过所有的观众 也就是所有的老头 大爷们应该不知道 我是上一个 我是忘词了看提词器 在他们的理解里 我应该是上一个表演 还没有结束 她妈跳舞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然后那年过年 我爸妈也是用这段录像 迎接我回家的 对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因为我一进门 她说的不是回来了 我爸说的是 你这透口秀不好笑啊 因为她没有想到我 短短两分半不好笑的表演里 还有一个植入广告 更生气了 一拍筷子 侮辱医术 上一期节目参加完了以后 总有人以为我辞职了 就在大家的想象里 就李丹夫穿着一个风衣 从一个保姆车上下来 后面跟了十几个保镖 每个人都拎了一箱现金 就像咔咔咔甩在 我领导桌子前面 放人 我们笑果连体裤 怎么能干这种卑贱的工作 就算真的发生了 我都不用露面 我爸直接是冲上去了 闭嘴 拿走你的臭钱 侮辱医术 不过我领导 现在对我的态度 确实有变化 变好了很多 以前工作做错了 直接就批评我 这都不行 大学白读了 现在还会主动安慰我 没关系 你不一样了 你是明星了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都没什么文化的 那我今天为什么还要穿连体裤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突围赛啊 我要是晋级了 我就再也不穿连体裤了 什么人设呀 我也不要了 这整点突破自己的东西 万一啊 我没劲 我也是想给有意向合作的甲方一个态度 这是连体裤吧 可以穿 非常合身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小慧 这个是还在那个公司吗 嗯 我经常在你的朋友圈看到你给你的公司发汽车海报 买车吗老板们 最近这个行业确实不太景气 那你没考虑辞职什么的吗 那边工作比较稳定 我们这边稳不稳定啊 主要看自己 跟工作没什么关系 我看那个欧老师为什么没拍啊 张雨琪老师也没拍 我猜我们俩没拍跟她说的一句话 同时得罪了两个人有关系 她说这个明星没有什么文化嘛 虽然是转述的别人的话 还是会伤人的 所以我是高中没毕业 雨琪老师是明星 所以我们俩 虽然没有对视 但是 心里面 心里一寒 就 缩了一下 然后就把手收回来了 好 小慧只获得了一等 我们将开启抢麦环节 哪位要挑战赵小慧 十秒倒计时开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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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站起了数名 要挑战小慧的朋友 所以小慧返选 我不想挑美女PK 所以我选陈小敬 我选陈小敬是因为我俩结怨已久 我感觉她一直想跟我竞争花瓶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是给她一次机会 她肯定选我的呀 我知道 因为我们两个最近培养了一些感情 就是互相想弄对方 好 一个就是因为我妈太喜欢她了 我就是让她看一下她的亲生女儿 是怎么淘汰掉她喜欢的女演员 让我们有请陈小敬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敬 我确实是实力强一点的 我刚来公司的时候 但总经常看着我说 我们公司啊 傻子太多了 也不能怪她 是因为我从小过度沉迷偶像剧造成的 就我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个傻白天 然后跟不同的霸道总裁 爱着死去活来 就直到去年 我真的谈了一场恋爱才发现 真正的恋爱 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就我想象中的恋爱 是吵架的时候 我在雨中奔跑 分不清脸上 是雨水 还是泪水 她在后面看着我的背影 撕心裂肺的大喊 笨蛋 大笨蛋 但结果不是这样子的 每次吵架 都没有下雨 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觉得每次见面都应该非常热烈 也就是她在马路对面看到我欣喜的大喊 陈小静 我喜欢你 我说 谁喜欢我 轩辕奥天 轩辕奥天 喜欢陈小静 然后她开心地朝我跑过来 路上出现一辆大卡车 蹦 没救过来 但结果也不是这样子 她每次 都很健康地走得过来 轻轻地问我 你为什么看起来很失望的样子啊 但我现在发现偶像剧真的给了我太多的误导了 真实的恋爱不是时时刻刻都这么甜的 我们有一次闹分手 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她 穿秋裤的样子 轩辕奥天怎么可以穿秋裤呢 我想不通 她说我才想不通呢 大冬天不让我穿秋裤的时候我打冷战吗 然后我们就冷战了 可是我觉得我一直在用一些被偶像机洗脑的标准折磨她 有一天我就忍不住问她 我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啊 她说我喜欢你的自信 你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你难道不是喜欢我的美貌吗 她说没错 就是这种自信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小敬 谢谢 我觉得可以补一盏灯的其实 非常有自信 谢谢 谢谢 你如果没有讲那个冷战的笑话 我真的多少一定会给你一盏灯 因为她讲的那个开头是真的 我确实经常看着小敬说 公司傻子太多了 我觉得我这个行为非常不好 向你道歉 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你这个冷战的又让我对你的同情全部都收回来了 我觉得确实傻子太多了 那就很遗憾 小敬没有获得领校园的拍灯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你还跟大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本来是想说小慧明天还有工作想送她回去的 既然如此的话 小慧其实你的工作我可以替你去上了 我明天没有空 行 没什么想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小敬 谢谢 我想跟陈少敬说两句 我们这个工作也是技术活也是有门槛的 太没有人类的感情了 怎么还要编尸呢 恭喜赵小慧进入晋级区 太水了 有一种侥幸晋级的那种心情 我觉得今天小慧的状态也不是她最好的状态 我们两个 我觉得虽然她晋级可能也有点遗憾 但我肯定自己遗憾更多 我连晋级都没晋级 对 因为大家对他们期待高 你接不住这个期待就很危险 这个赛制对于绝大部分脱口球演员来说 就是压力 他们会压力很大 如果你被淘汰了 就肯定还是要提升 还有一些提升空间 我现在压力特别大 会紧张 观众也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绪 无论谁 只要有机会我就上 不会 不错 我不讲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演员 今年的脱口球大会 我本来不太想参加了 对 因为我也不想占用太多的公共资源 你们发现没有 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明星出世 然后发声明都会强调是 无意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让我们这些有意要占用 却占用不到的人格外的生气 现在的饭圈真的太可怕了 你知道粉丝最近有多疯狂吗 我去年参加完脱口球大会 这我也收获了几个疯狂的粉丝 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的同学 是一个二手的粉丝 他看完我脱口球大会的表演 对我非常崇拜 觉得我将来必成大器 一定要跟我吃饭 我实在推脱不过 我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我发现 我比他还激动 我还上网搜索了一下 明星跟粉丝吃饭应该注意什么 要不要AA 如果他不肯AA 我怎么办 但这个粉丝对我非常好 天天给我发消息 嘘寒问暖 还要帮我解决家里的问题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感动 我就觉得我何得何能 怎么会拥有如此高质量的粉丝 我要跟他过一辈子 我要做他一辈子的偶像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说海远 如果我帮你办完了这些事情 你能不能答应我 让我跟李淡吃个饭 然后搞得我真的很受伤 我说你跟我聊了这么久 你就是为了跟李淡吃饭吗 他说是啊 我真的很受伤 我真心地把他当粉丝 他却把我当中介 谢谢 谢谢 谢谢海远 谢谢 还是有点紧张 肯定 尤其是我还没有 从斯文淘汰的情绪里面 评估出来 然后我就要上场了 把我吓死了 知道 我们现在海远得到的盖盏灯 同样开启抢麦环节 来 那一输吧 海远也稍稍有点 没有发挥得很好 但是挑了个弱的对手 他是那种很战略的那种选择 选一个他觉得他可以赢的选手 我觉得这是聪明的做法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什么外卖骑手 还有这种快递小哥 他总会故意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叫错你的名字 比如说我在那个外卖软件上 写着我的名字叫纳先生 我一接电话就是 喂 你好 您是内先生吗 我说我是哪先生啊 然后我想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改成我本名 我就把我的那个名 备注成纳日苏 结果前一阵我接受一个电话 然后就是 喂 这种你快递 你是那个萨尔朗吗 就怎么着我看着特别火红是吗 就一期之下 我就把所有的我的各种软件 那女生都改成了草原上最美的花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他拍一个他跳女团舞的视频 是想要开一个 你这样说我会没有 一点点 我去找一个地儿 我去找一个软件 我去找一个月才 那时候去找一个软件 你找一个软件 还想要学习 我去找一个软件 有一些软件 所以我去找一个软件 我去找一个软件 你找一个软件 专业预谋 来 把腿再伸出来 好 那跟伸手 腰掐好 跟我一起甩 这太难了 这等有腰才能这样 像我这样没腰 我跟博博是很像广播体操的 某一节动作 对 不知道是第几套 可以 虽然有一个灯是意外 但是我们尊重规则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投票结果 恭喜海员进入竞技区 这是比赛不是要脸 我就选了一个 我最有可能战胜的对手 结果挺好的 过程不太好 表现也挺一般吧 大家好 我是老刘 可能大家不认识我 但是我是18线女艺人 副首尔的老公 前段时间上个节目 冲着我老婆热读 上了次热搜 节目组呢 还给我们办了一次婚礼 我当时就发现 可能 这个就是好老公吧 同一个女人你要娶两次 当然你得保证 第二次结婚这个新郎还得是你 我也想真的是努力的 就是帮你一下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副首尔 我本来是觉得不会有亮灯的 至少还拿了一盏灯 像我这样的第一次第二次 说你就能晋级的话 你对别的选手来说 我觉得不公平 有谁要挑战老刘 P球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我在广州深圳经营着一家脱口秀俱乐部 我三天两头接到一些推广电话 你有业务需要推广吗 我说没有 过段时间他又来 你有业务需要推广吗 我说没有他就很困惑 你公司就不需要推广吗 我说需要 但我们公司没有业务 他一下就不知道说啥 我也没有挂电话 因为我就想看看他还能说点啥 果然 那您的公司需要申请注销吗 因为我和他同一盏灯 和一个从来没有讲过的同一盏灯 实际就已经很 已经是一种失败了 其实在观众投票那一刻 我很希望就是把我票走 我们来看一下得票结果 恭喜皮球获得78票晋级 今年其实真的我也是本来打算跟我搭档一起演慢财的 但是我们稿子交给导演看了一下 导演说稿子太长了 你得删点不好笑的东西 然后我就把我搭档给删了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自己一个人状态的 你懂吗 就是 但我看到很多什么心灵鸡汤 总是会说什么 即使是一个人 也要活得像一支队伍 我觉得这不是叫人变的人格分裂吗 有人跟你说 哎 怎么又一个人去旅游啊 我这是团建 我给你这个灯呢 也没有什么目的啊 就是想看一看曾经的搭档 会不会站起来挑战一下 加油啊 给吴星辰一个机会吧 其实我觉得稿子还挺搞笑的 就是我可能演不好而已 今天 他选我的时候我就挺惊讶的 与其说是他凡选我 不如说是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 我第一年刚进公司的时候 目标就是成为像李丹一样的人 后来发现庞博也挺好的 对 再后来有点羡慕忽兰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自己居然开始羡慕姜子浩了 当时我就发现不对了 真的 吴星辰出问题了 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后来就还很着急嘛 就为了提高一下自己 我还去上海戏剧学院 报考了一个表演课的进修班 对 然后学制是一年 学费三万 你要是问我这一年以来都学到了些什么 我只能说假如让我演一个丢了三万块钱的人 我会演得非常真实 恭喜吴星辰进入晋级区 我来也是被 就被李丹骗过来的意义 你知道吗 你们也知道李丹那个人吗 我发现公司也觉得我头头就不太行了 你知道吗 前一段时间他们去让我上了另外一档节目 叫超新星全运会 听说过了吗 然后那个经纪人去之前拉我过来说到 子浩 我们前两天先保晋级 后面我们再搞笑 很有计划 对 我很有计划 结果他就看我的射箭训练 回来跟我说 子浩 我们第一天就搞笑吧 别想晋级的事情了 拼命考 就跟刚给吴星辰那个一样痛苦 我也必须澄清我不觉得这个兔 那个子浩刚刚的表现有多么好 但是确实比长鼠好 我觉得是值得一个等的 所以呢 因为获得了一个 那么子浩就要进入抢卖环节 杨波吧 好不好 那我们有请杨波 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 对 就是养鱼 刚才杨文恩说什么 每个人都得给自己弄一个什么王的标签 那我应该就是脱口秀海王 其实学这个专业 真的在社会上蛮受歧视的 尤其我是从农村长大的 你让你一句怎么想 对吧 父母养鱼供你上大学 你就去大学学养鱼 你很难面对他们 不过还有人为我打抱不平 他说 哎 你们胡说八道 人养不过大学生 人大学生养鱼能一样吗 人不得无水养鱼吗 有的时候呢 两个人都很优秀 就要靠观众 有时候呢 相反的情况 也要靠观众 我们来看一下 得票结果 好了 我们恭喜张子浩进入晋级区 很多新人表现得不够自然 因为晋级席位越来越少 然后节目又高强度录制 这对新人来说肯定是一种煎熬 接受那我是接受 也会服气吧 我可能还没有很服气 当然还是想晋级的 肯定想的还是想赢嘛 挺残酷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积出来演员 就是最大的潜能 我担心到我的时候 观众会不会就已经笑不动了 哥们的稿子一定没问题 大家咋地整个拉倒 还剩23个拳手 将争夺10个晋级席位 谁能突破重围顺利晋级 好 那我们赛程已经过半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截至目前突围赛的晋级情况 蓝河绵羊奶晋级时刻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2020年 突围秀演员排行榜 目前的榜单情况 赛程的上半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更多突围秀演出 欢迎大家关注效果小程序 来线下看我们的演出 别走开 后面还有彩蛋 谢谢大家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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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长得一样精一样 音水片差这么多 那我不是小时候没用过 51talk在线青少儿英语吗 你有外国真人老师 一对一教你 口语当然好了 现在快去下载 51talkAPP 零元免费试听呀 还要玩了 人家是让孩子听的 坐 两位 请坐 哎呀 开始不知道你们阵容这么强 这是大实话 如果知道的话 开始就会狠一点 前面就是手松了 是是是 所以这个也要赖我们 不过这个赛制这样的 也刺激是吧 是 其实黄博今年有一个 较大的提升 姐姐们终于开始 乘风破浪了 那个说实话 那浩子是 是略胜一筹的 我说你点了吗 你点了吗 这个地方要竹章清点 哎呦 浩子确实实之名贵了 那没办法 如果斯文是跟江子浩比 对不对 那肯定是斯文记 对 就是他至少能灭掉好几个水 周青梦和浦文 这就是 对 这本应是挺默奥的 略胜一筹的 他有点智慧在于 他用了一段表演 那段表演呢 跟现场的观众有一点距离 对 不是看视频 能打到人家点不如语言 来得更直接 你也对我们很了解 来过我们 节目很多次 今年的这个突围赛 你感觉我们有点进步吗 我觉得就是脱口秀 就是这种形式上面 今年为什么进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因为我一直在保一些 就是我没有看到过的 风格的东西 就是我希望这个舞台 就是更丰富起来 脱口秀的延展性 不只是能够在这里说 而且能够进入 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 我觉得会对它的发展 会越来越好的这个行业 欢迎来到脱口秀小慧 我有那么多标签 然后我到了这儿 就只能是王建国的妹妹 我们脱口秀行业 对不住你们了 帅哥哥好喜欢你爱你 不要乱说 喜欢我的时候觉得我完了 是不是已经解决掉了这个人 当进公司不太懂事 什么叫不太懂事 太不懂事 这是真的吗 先说这是真的吗 能爆料一下这是谁的爆料吗 我们有一个段子是表演 有两种动作 一种是这样 一种呢是这样 大档抠脚 你知道我在抠脚吗 你的专属特权来了 参与脱口秀演员爆梗榜 pick场外爆梗王 帮助他拥有线下演出资格 淘汰选手 还有机会重回舞台 快去腾讯视频都可以 为他爆灯吧 咱和好羊奶 一口笑过来 感谢全心全意全羊肉的 蓝和棉羊奶 独家冠名播出 学英语 我要真人外教 我要一对一 感谢51talk 在线轻稍而易语 赞助播出 幽默无处不在 透亮由内而外 本节目由机缘花量自发 匡的一束流光评 行业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美味吃酒 可以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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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的炫卖无汤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有人跟我说 你的灵魂很丰满呀 哥哥 你确定看的是灵魂吗 我死了 男的苦力不动 他破印度让你心动 我感觉这样赢得比三个灯还爽 对不对 我觉得再不搞一些花火 很难晋级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讲脱口秀有点浪费 你可以考虑一下做直播电商 两个表情 为什么这个行业 女脱口秀演员这么少 我们又不是我 把其他女演员挤走的 我可以按吗 你要不要指认一个 你觉得不配坐在那里 给他换出来吗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呀 都不有病吗 上微博带脱口秀大会话题词发博 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上微博搜索脱口秀大会话题页 观看更多精彩小视频 明星生活方式购物分享平台 OWAT 关注影视动态 请锁定影视头条APP 使用WiFi半能钥匙 随时随地免费上网看脱口秀大会3 用ZAK可口端 关注脱口秀大会最新资讯 上知乎搜索脱口秀大会 讨论节目话题 开启综艺嗨聊新天地 下载冥想星球APP 减压助免好帮手 正片没看够 723日起每周四晚19点 来看腾讯视频会员节目 脱口秀小会 新采幕后承包你的笑点 腾讯视频TV版 极光TV大屏追剧 顾眼不累 大屏观看更畅快 来腾讯看点 解锁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花式暴梗